你会发现两句非常相似,很对照 也是前面呢,短短的句子 后面呢,稍微把句子拉长 所以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呢,这两句是很相似的 另外呢,跟大家点出一点 这首曲子呢,它中间用到了很多的 我们来看 好,是不是 很多的这种叫什么音呢 环绕型的一个音形 环绕的音形 它是一种这种小波浪式的环绕 这种环绕呢,让它这个旋律的语气感增强了 同时这种旋律,它会带有一种很明快的这种色彩性 这种感觉呢,对于人物的刻画会更加的细腻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滴不紧 它都是这种,啊 婉转的这种小波浪式的这种过程 好,相思血泪 在思的这个地方,喜乱喜拉 对不对 还有 泡红豆 全都是这种环绕音形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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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所以在这种地方呢 它尤其用在相思的丝字 拋红豆的豆字 还有开不完的碗字 春柳春花的柳字 满满满满味楼 啊,楼字 它这种在某一个字上面突出的这种环绕音形呢 特别的多 在后面的每一句里几乎都是存在的 所以这种音形我们在拉的时候呢 在手形上 在执法上 尤其很多的小换把 小滑音 演奏的时候要比较的流畅 这个轻巧一点 不要太重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继续走 后面一句 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 忘不了心愁与旧愁 这一句呢 它和前面对比 它有一个层次的递进了 所以我们在拉的时候呢 感觉到啊 它是在旋律上有不同 有变化 前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短一点啊 它的那个伴奏里啊 在睡不稳的这一句 它的伴奏就有很多的小的那种 小的敲出来的音 特别的有跳跃感 接着走 啊这里还是有个滑音的 别忘了 空 啊 这里要放大 这里又收了 后面忘不了三个字呢 都是八分音符 一弓一个音 所以这三个音做的稍微有一点停顿的感觉啊 顿挫的感觉 稍微有点力 这一句很流畅 大家去感受一下 这种节奏感 这种短促和长的一个对比 要拉出这种对比的感觉来 接着走 好 后面呢 来看 咽不下 玉粒 金纯 椰满猴 照不见 零花净里 形容兽 它有很多的这种环绕音形啊 来看 里面的这个栗子 猴子啊 都是 你看 嗯 到猴子这也是 拉西手 拉西拉 米发米软软 到后面 形容兽 拉 喜欢兽拉 这种环绕音形 它尤其的表现出这种 呃 带玉 你看 查不思犯不想的这种形态啊 面容消瘦 相思之苦 这种感觉 它通过这些环绕音形 来进一步的表达这种情感 所以我们来演奏一下 第二段啊 呃 这个从咽不下开始 那这种咽发明软都是声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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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着走 嗯